你想對爸媽說什麼 1..2..3.. 4..3.. 歡迎收看 民生調查局 OK 我們今天要訪問的題目是 說一下 就不想出國啊 偏偏要我出國啊 喔喔 不是 我不想出國啊 我想出國啊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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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抱怨 這是 需要 我不想出國留學 出國留學 他在講英文 好可憐喔 你不要這麼假喔 那你有跟爸爸媽媽聊過這件事嗎 講了他們教育員有講不聽啊 你怎麼講假設我是爸爸 我跟你說 你就是要出國留學 是我媽要求我的 溝通失敗 OK 好 父母做過什麼事情他們最生氣的 欸沒有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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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許沒有 非常的優秀 跟我一樣 Yes That's right 他們好不受控喔 他一直碎碎碎唸很棒 怎麼碎碎唸 呃可能就是一直唸 爸爸唸比較多還是媽媽唸比較多 一定是媽媽 你做什麼事情媽媽是最容易 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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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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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是自己休息的時間 就大遊戲打到一半被打斷 就有一點點不爽 看起來是很不爽 好那如果對於這一個點 你有什麼話 想跟爸爸媽媽說的話 嗯 嗯 嗯 不是所有遊戲都是可以暫停的 欸為什麼平時紀錄在你這邊啊 因為我顧問郭文小老師 我們來聽一下 郭文小老師最近不爽爸媽什麼事情呢 第一顆死定了 到底是不爽爸媽 還是不爽郭文老師呢 是心動啊 糟糕眼神躲不掉 他不爽 他不爽 那不是我不爽 這樣是什麼 是心動啊 糟糕眼神躲不掉 那不是我講的 沒有我們曾經老師沒有不爽 這支影片很難剪喔 這支影片很難剪喔 就一直叫我去做事情 做什麼事情 呃 忘了拿東西吃那個 多扛瓦斯之類的嗎 不是 不是 要堪幫我拿衛生紙之類的 然後幫我開門 幫我跟他打激烈 然後就被叫去了 呃 就是非常小的視頻 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舉例 遙控器就在前面 然後他要我從房間 跑出來幫他拿 欸這 這就過分了喔 那衛生紙就在旁邊 然後還有一個幫他拿 對於這件事的話 你還會繼續照他的說法去做嗎 呃 你也不能不做啊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有稍微就是 去跟他 抱怨一下嗎 有 有事有 只是沒有什麼好下場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要不要試一個方法 你爸這支叫你拿 你跟你爸商量 就說 把那下次換你幫我拿 我覺得不要 嘗試不要 哈哈哈哈 請問你有嗎 當然有喔 你要說當然有啦 你真的太客氣了 跟我們說一下囉 就不要叫我拿垃圾去掉了 所以說你們家垃圾桶 大概是那種 就是餐廳廚房後廚那種 côté我們這麼大的嗎 還是 小子 那你在累什麼 妳覺得倒垃圾會累 還要躲過去 不要躲回來 好累 欸我的天哪 你這說得好像滿有道理的喔 不要瞎掰好嗎 不是你拿垃圾是誰倒垃圾 我妹啊 喔~~~ 遇過什麼事情是 覺得會對爸爸媽媽不熟的 超多 唉唷 你整很久了 沒關係啦 你說 他不給我手機 然後明明有電動 好不容易賺來的 他們一直玩 結果我要玩的時候都沒電了 你的意思是 爸爸媽媽跟你搶電動玩嗎 沒錯 這件事是很不可思議的 但我覺得很棒 就是也會打遊戲的父母 其實是蠻好的 他都不給我打 那你有沒有想過就是 跟爸爸媽媽做交易就是 不然來單挑 誰贏了誰玩 那我一定輸 那你一定輸 那你還要玩嗎 你這樣子都不專心玩遊戲 老師現在很生氣 你想對爸媽說什麼 1 2 3 好好工作不要再打遊戲了 好好工作不要再打遊戲了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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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你 請問爸媽做什麼事 是讓你覺得最生氣的 把我重要的資料丟掉 喔喔 舉例一下 呃 要 繳回的通知單 就是 學校要收的那種通知單 那怎麼辦 還要再去學校跟老男 喔 所以你 你覺得生氣的點 並不是爸媽丟掉 而是 你覺得給老師製造困擾 是一件不對的事情 是這樣嗎 呃 不是 應該是 應該是 你回來還要再花地心跟老師拿 對不對 對 父母做過什麼事情 是讓你覺得最生氣的 叫媽媽買早餐 不應該嗎 不應該 因為我們要睡覺 他就把我叫起來 好那如果假設他 講完就是幫我買早餐 你會怎麼回答 呃 不用來 對啊對啊 我 講完就是幫我買早餐 你會怎麼回答 呃 不用來 我想問一下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幫爸媽買過早餐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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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 抱 抱怨什麼 我就想問你在抱怨什麼 你就沒有買了 你就 再給你一次機會 好好說 你有什麼要抱怨的話 立哥對鏡頭我們大聲說出來 3 2 1 呃 不要叫我幫他買早餐 叫我自己去買 順便幫我買 順便幫我買 喔 順便幫你買 你買 我覺得 你要沒講最後那一句 我覺得都可以接受 但是你講了 順便幫我買 你到底怎麼說的出口 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嗯 我相信抱怨一定會是有的 但當然其中可能會掺雜很多的 呃 幼稚 不懂事 但是同時我覺得 就是有一些長輩 有時候我們要反觀自己的行為 並且以身作責 其實本身樹立起來的榜樣 就是給孩子最好的教育 彼此一定要去溝通 我覺得不能單方面的學習 彼此都在學習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也非常謝謝各位同學跟老師 就是給我們這個機會 能夠來到山明國中進行訪問 好 那再次介紹我們是 明明秀 等一下 各位給自己一個掌聲加尖叫好不好 加油 大家最棒了 最棒了 呃 就我在房間看書 然後我弟吵我 然後我爸就覺得很吵 就跑過來揍我跟我弟 他覺得說還不揍我弟 但是我沒有吵 我好好的就走了 等一下 我 是哥哥 一個擁抱來一下 我這要做哥哥的感受 每次我爸也是先扁我 而且今天如果 他說錯事情 我們兩個都要一起被揍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只在看電視我就被揍了 各位 我今天要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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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來 我今天要找到 我今天要找到 我今天要找到